我們鎮店供奉的是三個很完整的 不同時期的幻言 傳說就是在中毒之後 昏迷過去之後 就聞到有一個微微的微香 就尋香把那個葉子草拿來攪一攪 就一攪才發現 它所有種的劇毒跟當時的不適 就是慢慢的消退 這個草就是最早的解藥 以前不是叫做草 叫做土 就是現在的茶上面多了一盒土 所以最早茶葉是來解毒 對於環境的不協調 人跟人之間的對立 人跟環境的過度的破壞 所以產生這樣的自然環境 失衡了 然後氣候的變化補償 氣候的變遷 糧食的短缺 這幾年來一直推動的 就是想要把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智慧 一樣一樣的找回來 我們必須再重新的去 省事人跟土壤的關係 青雲店扮演的角色 除了是有一些共同認知的學者 或者是各個領域的人 我們共同在這裡 交織對人跟人之間的友善 更對環境的友善 吃才是最重要的日常 喝茶吃飯才是最平常的事情 我們跟當地的小農 他可能是種在他們家 庭院的一塊小地 那我們有來源 有土地知道他怎麼種 然後這些土地呢 可能用的這些微量元素呢 可能就是我們的省農茶泡完之後 回歸給土壤 或者是我們像高麗菜的菜喳 給他一些養分 明飲食為天最主要的 還是要回歸到你的心 我們這個食善團隊裡面的 志工阿姨的主廚 引著神農大帝這樣的精神 來煮用這樣子得來不遇的食材 然後透過他的愛心 煮一餐飯呢 給遠方回來的親人呢 可以分享 可以吃得健康 這是我們在餐廳裡面 最主要的核心的精神